因为这个 SUV 市场越来越火爆的原因 所以像是 BMW 这样的豪华品牌 他们旗下也有了 7 款的 XUV 车型 其中在我身边这台就是 BMW 家族里面 最小的 XUV X1 而且它是小改款的车型 虽然在不久前这个 BMW 刚刚发布了 X-Drive 18i 也就是 1.5 涡轮 3 缸引擎的版本 但是今天我们试驾的还是 2.04 缸的版本 今天就让我和大家分享我对这个 BMW X1 的看法 还有这台车到底值不值得买 目前我们买得到的 X1 其实是第二代的车型 在第一代的车型呢 它是采用后驱重置的平台 所以它主要是以后轮驱动为主 而在这个新一代的 BMW X1 呢 它就采用了 UKL 2 平台打造 在 UKL 1 平台啊就是专属于那种小型的前驱车 例如说 Mini Hatch 啊 Mini Hatch 开封版这样的车型 UKL 2 呢就是像是这样车比较大体积的前驱车型专用 和这个 X1 同样平台的车款呢 包括了这个 Mini 的 Countryman Mini 的 Clubman 还有 BMW X2 因为是前驱平台的关系啊 所以它的引擎是横置的 在一般的情况下它是以前轮为主 而在马来西亚市场的 X1 呢 也是只有前轮驱动可以选择 所以它是 S 新加坡的 S 而不是打叉的 X 我们可以从它的命名方式来分别它的驱动方式 如果它是新加坡的 S 它就是前轮驱动车型 如果它是打叉的 X 那么它就是四轮驱动的车型 BMW X1 是 CKD 的车型 所以在 2020 年 12 月 31 号之前呢 它可以豁免 100% 的销售税 在旁边呢 我们会打出这个 BMW X1 S-Drive 20i 以及BMW X1 S-Drive 18i 的价钱 OK 因为这个是小改款的车型啊 所以它在外观上面有一点小小的不同 在小改款车型啊 它那个 BMW 很经典的 圆形的这个雾灯不见了 原本是在这边的 它变成了这个形式的这个雾灯 然后它的头灯组呢 同样也是有一点点改变 因为在小改款之前它是比较圆的 现在它变成了这个六角形 看起来呢 我觉得这个六角形是比较帅气一点点的 然后BMW 加住了这个大大个的这个 鼻孔当然是被保留住的 而且它是镂空的 因为呢这个引擎的发热量是比较高的 这个设计呢可以帮助这个引擎有效的降温 而这个BMW X1 X-Drive 20i 呢 它是 N-Sport 的车型 所以它拥有 N-Sport 的空力套件 包括了 Body Kit 轮圈 还有这个方向盘等等 都是 N-Sport 的 这个轮圈方面啊 X-Drive 20i 呢 它是打载这个 N-Sport 的轮圈 轮圈的尺寸是 18 完整的轮胎尺寸是 225 50 R18 如果你买到的是 1.5 的版本 也就是 X-Drive 18i 它的轮圈尺寸是 17 寸的 OK 可能你会好奇啦 这个 BMW X1 是一个什么等级的车型呢 其实严格来讲呢 X1 是一台 C-Segment 的 X-UV 只是因为它在 2015 年发布 所以如果你拿来和这个比较新款的 X-UV 相比呢 它的车身尺码是小一点的 虽然如此啊 可是它的空间表现其实还是不错的 走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它后面的表现是怎样的 如果说你双手拿着东西 你没有手去开这个尾门 怎么办 没有关系 因为它有这个脚踢式的感应 很方便耶 引擎方面呢 我们就要跟大家多多讲解这个引擎有什么特别了 首先我们先看引擎式 你可以看到这个拉杆 还有这边一些结构 这些结构呢就是帮助提升这个 BMW X1 的操控表现 而另外呢 这个引擎其实也是有很大的亮点啊 目前马来西亚的 X1 有两个等级 一个是1.5公升的三缸引擎 还有2.0公升的四缸引擎 它们都是 B 系列引擎 采用了模组化的设计 一个气缸的排气量大概是500cc 所以呢像是1.5的排气量 它只有三个气缸 然后像这一个 它就有四个气缸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92 HP 峰值扭力280 Nm 然后在1.5的版本呢 最大马力表现是140 HP 峰值扭力220 Nm 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 在它小改款还没有推出 BMW 马来西亚已经引进了一个升级的版本 这个升级的版本是将原本的 iSIM 的八速前驱自排变速箱 变成了七速的四式双离合器变速箱 而这个小改款车型呢 同样的也延续采用这个七速的四式双离合器变速箱 它的这个0-100加速表现是7.6秒 比起这个八速自排的版本快了0.1秒 但是官方的油耗表现呢 则是从八速自排的5.9公升100公里 跌到了6.1公升100公里 但是其实这个油耗的这个差距并不是很大啦 日常驾驶其实也体会不出来 只是呢这个七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可以给你更好的这个动力相应表现 我个人是相当喜欢这个变速箱啦 还有一点关于引擎我们要告诉各位的是 可能很多朋友会认为这个Twin Power Turbo 指的是双涡轮 但是实际上在BMW的家族里面啊 这个B38还有这个B48引擎 采用的都是Twin Scroll Turbo 也就是双涡管涡轮 并不是真正的Twin Turbo 一般上Twin Turbo要在这个3.0L6的引擎上面才看得到 而且现在甚至一部分的L6 3.0引擎啊 都还是采用这个双涡管涡轮 所以你千万不要被这个名字误导哦 进来这个内装呢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X1虽然是小改款车型 但是基本上它还是上一代的BMW车型 所以整个内装的风格 跟这个上一代的3系列 上一代的5系列还是比较类似的 可是呢质感方面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啦 可以看到软的 软的 软的 都是软的 所以这个用料上面并没有吝啬 而这个触屏主机啊它是支援task screen的 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iDrive系统来控制它 非常的方便使用 只是它采用的还是iDrive 6.0 并不是最新的iDrive 7.0 所以它并没有吝啬BMW系统 而且它也没有这个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如果说你要这个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的话 你可能需要买车之后去另外添加这个东西 目前aftermarket是有这个选项的啦 而且因为没有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的关系 所以你开车的时候你就很需要这个啦 电话夹子 不然的话看GPS其实不方便 接下来呢这个X1的置物空间是我比较满意的地方 它在前方有两个置杯架 你不放杯的话你可以放电话 而这边还有一个中央扶手 可以自由的调整这个高度 中央扶手打开里面同样有置物空间 而这个中央扶手拿上来这里还有置物空间 另外这边还有一个USB可以帮助你的手机充电 另外呢你可以通过这边连接你的手机 在这个触屏主机播放你手机的歌 BMW的车款对于这个驾驶者来讲啊 其实是非常爽的 因为它完全就是为这个驾驶者打造的 首先就是它的这个椅子很好做 支撑很够 然后这个M Sport的方向盘 握感很好 上面还有换挡拨片 前方这个仪表看起来很像数位化仪表 但是其实它还是有资争的啦 只是这个视觉效果很清晰 下面还有一个彩色的screen 看起来非常的爽 然后呢 这边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 因为可能你的车子不只是你开 可能有时候你的女朋友 你的老婆还是你的孩子会开 所以你可能在开车的时候 你时常要去调整的一个驾驶姿势 但是呢它提供了这个 两组的这个记忆座位装置 你只需要set起来 那么下次 如果你的孩子或者其他人 开了你的车过后 你只需要按这个按键 这样就会回到你原本的这个驾驶姿势 一些厂商在营造质感方面 在前面很折得 可是在后座他们就会cut cost 一些车款的后座啊 整个门板都是硬塑胶 但是这个X1上面啊我有点surprise就是 它并没有cut cost 你看这里是软的 这里是皮革 这里也是软的 连这里都是软的 看啦 所以BMW在这个用料上面啊 还算是比较舍得的 OK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后座空间 前面是我这个标准的坐姿 我的身高大概是180左右啦 你可以看到这个 调整到了这个标准坐姿过后 我坐下去 它还是有这个一个拳头 两个拳头多的 这一个脚步空间 因为它这边还有点挖空 所以营造出了一个不错的脚步空间 而且这边还有网 你可以放置一些物品 甚至你可以坐鞋一点 只是呢 如果以一个乘客来说 对这个后座的座椅 我有一点点不满意 第一点就是这个椅垫比较短 第二点就是这个座椅的发泡棉哦 你看有点硬 坐久了过后真的会皮肤痛 而且呢其实这辆车在国外呢 它的这个座椅是可以向前调整的 可是在马来西亚似乎是不可以 椅背方面也是不能够做调整 因为在国外这个X1是有四轮驱动版本的 所以呢它没有办法避免的 这边有一个传动轴的预留位置 就是吃掉了中间的空间 所以坐中间的乘客啊 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点 不过呢它这边有两个冷气的出风口 还有两个Type-C的这个USB 我比较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前面的是普通的USB 后面的是两个Type-C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讲 这个车的这个座椅倾倒是怎么放的 首先就是这边有一个绳子 这个绳子其实就是调整这个椅背的绳子 如果没有人顶着的话 你拉完它就会倒平的 当然中间的也是一样 这个BMW X1它在2018年的升级版的时候 就把这个8速的自拍变速箱 换成了这个7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这个双离合器变速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它可能在低速的时候会抖动 不管你是干式的双离合器 还是实式的双离合器 基本上都会有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同样的出现在这个BMW X1上面 这个变速箱是7速的实式双离合器变速箱 其实整体开起来它是算顺畅是蛮好的 但是呢就是在这个低速的时候 例如说像我现在要过Bump 然后我收油踩brake的时候 你可以feel到在收油的那一瞬间 它换挡的时候会有一点抖动 只是这个抖动不是太明显啊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抖动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这个也是双离合器变速箱比较没有办法避免的地方 如果讲今天你很喜欢这台车的动力 那么这个稍微的抖动可能就是你必须要去接受的 但是我觉得最起码这个抖动啊 影响不是太大 然后呢这个引擎跟这个变速箱的搭配啊 我觉得很OK 因为我现在是在这种比较 就是算是达曼的地方开车啊 其实整体的感觉它的动力是很流畅的 如果我要加速的话我稍微踩一点油门 它的动力很快就来了 但是它的这个贴背感不强烈 如果你真的要贴背感的话你要换去硬动模式啦 我觉得这一个动力表现在市区驾驶啊 或者是达曼驾驶的时候啊 还蛮舒服一下的啦 这个就是基本上它的动力随传随到 然后变速箱的反应很直接很聪明 如果你真的要加速你稍微油门踩深一点 它的变速箱就退档了 然后马上就会把转速拉起来给你动力 只是说这辆车在这个市区驾驶我觉得 如果硬要挑剔的话是它的悬吊啦 因为这个BMW的车款比较追求运动化 它的这个悬吊其实会有一点Q弹 它不是硬它是弹 有一点韧性在 所以你在过那种不平坦的路面的时候 你会觉得车有一点弹跳 但是同样的如果你在corner的时候 它的body roll就会少一点 只是它的这个弹跳还没有到不舒服的地步啦 如果你这台车你真的是买来载了 那时候我们来讲一讲它这个高速公路的驾驶感受 首先高速公路驾驶呢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超车能力 这边你只需要稍微深踩一点油门 这个车动力就砰一下出来 所以你超车可以很快的 你看看我刚才那个超车动作很利落 就是因为它这个换挡动作很快 推压动作很快 所以动力一下子就出来 所以我还可以很轻松的超车 这个是BMW这个动力我最喜欢它的地方 它整个换压很利落很快 然后动力一下子就砰出来 所以你这个真的是在高速公路隔车的时候 这个动力表现是真的很让我满意的 我相信同样的也对很大部分的人来讲 是很够用的啦 然后呢 这辆车在高速公路有时候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路面比较弯的时候 其实感觉不大到这个车的车情 我觉得这个就是代表它这个悬吊的支撑很够 这个很棒 再来一点呢就是这个XUV 通常正统的XUV 我们如果在高速公路行驶 大概行驶110、120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因为它的车高 感觉到它是比较缝一点点的 但是这个BMW X1 可能是因为这个UK L2 它的重心比较低的关系 所以X1开起来感觉还是比较像房车 不大像是XUV 也因为这样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X1的驾驶感觉真的不会缝 还蛮稳定的 刚才我们在这个高速公路行驶 大概是110左右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车四平八稳 稳稳的 这个的感觉开起来 我是觉得 现在的XUV做的真的很像Sedan 我的结论就是这台车啊 基本上它要应付这一个市区驾驶 或者是高速公路行驶 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在 它两边都可以兼顾得到 这个是一个蛮 蛮难得的表现 蛮均衡的 只是说如果它的悬吊真的在做到舒适一点点的话 那个就更好 最重要的是 虽然说这台车的马力只有192匹 可是你完全不需要担心它超车的时候不够力超车 在这个安全配备方面呢 这个X-Drive 20i 只有基本的六气囊 还有车身动态稳定系统等等 至于在刚刚发布 比较入门的X-Drive 18i上面 居然有比较先进的安全配备 例如说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车道偏移辅助 还有这个自动紧急刹针等等功能 为什么X-Drive 20i没有呢? 可能是因为它比较早发布的原因 我相信未来BMW Malaysia 会为这个X-Drive 20i进行升级 就好像之前的320i以及330i一样 但是价格有可能会提升一点点啦 虽然说它是一台SUV 可是因为作为BMW的家族 所以它的其实整体动态表现也不错 而且它并没有因为运动化 它牺牲太多车辆的舒适性 我个人觉得它是一台很适合 平常载老婆孩子 然后周末要热血一下的驾驶人士啦 我特别喜欢它的这个动力表现 虽然说BMW的车款一先来 可能它在马力上面会比它的 通级对手逊色一点点 但是实际上它的这个动态表现呢 是真的让我有经验啦 因为真的是太成熟了 你稍微踩一点油它就冲 踩一点油它就冲 这个是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BMW的地方 如果说我比较不满意它的地方 真的就是它的后座座椅真的比较硬 做了会比较不舒服 就这样而已 另外呢我也希望BMW Malaysia 可以快点让这个 S1 S-Drive 20i 的先进主动安全备备 备齐 不然的话啊 以这个价位来说 这个配备啊 真的是有一点点阳村啦 如果你问我这台车 买不买得过 我可以告诉你 是我的话我会买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不知道你对这辆车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让我们知道哦 以上就是我们的试驾影片 如果喜欢这次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期的影片再见 拜拜